阿祖法昨天被再次驱赶出家门后,母女三人无奈地在荒野里露宿了一晚。那一夜,想必是漫长而难熬的。今天一早,摄像小哥就带着满满的关怀给他们带来了食物。 在摄像小哥询问阿祖法昨天晚上怎么样的时候,阿祖法的眼神中透露出疲惫与无奈,他轻声告诉他,晚上在这里很冷。 仅仅几个字,却倒进了他们的艰难处境,担心天气越来越热,阿祖法积极地在附近寻找一个有阴凉的地方。 这样,小阿师曼才能舒服一点。找到合适的地方后,阿祖法便开始平整土地。没有工具,他只能是徒手进行。 他告诉摄像小哥,这里很好,有水源,他打算在这里建造一间小房子,先暂时居住。 同时,阿祖法也希望摄像小哥明天的时候能帮他带来一些工具,他的请求中带着一丝恳切,因为他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他需要摄像小哥的帮助,才能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而摄像小哥一直也都是在极力地帮助阿祖法的。 在阿祖法平整土地的时候,摄像小哥也一直在帮忙。 但让人有点疑惑的是,他们为什么不在城里或者是村里暂时租个房子住,而是要到这荒野里来生活了? 这难道就是他们游牧民的生活方式吗? 在这里建造,不怕又被土地主驱赶吗? 但又仔细想想,阿祖法似乎也只有在荒野里生活,才能过上些许安宁的日子。 前次在山上居住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 康特寻找了四个月都没有找到,而他在搬到城里去了不久,就被康特找到了,而麻烦也就都随之而来了。 阿祖法现在也确实是厌倦了每天和妈妈无休止的争吵。 他也知道,就算是不离开,留在那里也不可能有安宁的生活,妈妈也会天天来打扰他们的。 所以,离开是他早就想过的问题。 但现在的离开确实让阿祖法充满了不甘和委屈。 他不甘心的是,这房子是他离开家后自己努力的结果,如今却全部成了泡影。 这几个月来,他吃尽了苦头,受够了劳累,可一切似乎都白费了。 而让他感到委屈的是,造成这一切的源头是康特,可康特又口口声声地表示爱他。 这种矛盾让他的委屈都无处发泄,心中的痛苦和无奈难以言表。 现在,阿祖法唯一的希望就是康特能找妈妈把建造房子花费的钱和莫森那里的土地款都拿回来。 只有这样,他们以后的生活才会轻松一点。 他渴望着康特能够勇敢地面对妈妈,为他们的未来争取一些保障。 但他不知道的是今天康特找妈妈要了,但妈妈却也明确地表示不给,而康特却似乎并不能拿妈妈怎么办。 显然康特的承诺又会失言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阿祖法经历的悲伤,痛苦和绝望是无人可懂的。 康特的优柔寡断和面对妈妈们时的无力感,让阿祖法更是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他的失望不只是对妈妈冷漠态度和霸道不讲理的失望,更多时候是来自于康特的无能不利和不作为。 但凡康特真心在要保住这片土地,他就会积极地把车卖了。 莫森都告诉过他,二手车公司是可以现金支付的, 但他就是要漫无目的地去寻找买主。 在昨天,他们被妈妈赶出家门后,摄像小哥是有拨打康特的电话的,但是并没有打通。 而今天阿祖法和摄像小哥都并没有再提起这件事。 阿祖法和小阿伊达在减食柴火的时候,发现了一束野果,两人都很高兴,摘了直接蹲在地上吃了起来。 阿祖法他的想法很简单,一直就是想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但却似乎怎么都不能如愿。 但现在他离开后,虽然会苦一点,但心情是愉快的,不用天天去应对那一地鸡毛的烦心事。 有时候,即使止损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在把柴火减食回来后,阿祖法一刻也不停歇,又开始四处减食石块,为建造房子积极做着准备。 他的身影在荒野中忙碌着,虽然疲惫,却充满着坚韧的力量。 离开一些人和事,从过往中抽离,也许能更纯粹地生活,内心也能获得安宁和平静。